欢迎再次观看90000新闻 现在是山西当地时间6月16日 该省李良的当地警方在一份6月15日的通报中提到 近日有一年轻女子被殴打视频在微信群传播 公安机关迅速开检调查 经查该案件发生已今年一夜离石区西亚底村 依租房住房内涉案人员身份经已查明 目前6名涉案人员 乔某杰 高某 高某峰 李某云 贺某庆 王某桐 移到案 胜已一人正在抓捕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继续在此前的中国的网络流传的视频显示 在一个房间内一女子被庶民先后被拔光衣服 然后被强迫蹲在一处墙角处 然后一身穿白色服装的女子 左一巴掌 右一巴掌地打在墙角女子的脸上 视频可以清晰听见掌声 墙角女子不堪理受 跪地求饶 另外在匿名论坛中有人发文提到 三西姨娘小三勾引男人高颜被抓住 直接带上姐妹6个 在小三家啪啪地给以叫醒 在附上的视频显示 一女子在屋里被庶民女子按住 然后其他女子直接将其身穿的衣服撕掉 然后有的女子直接用脚提素害者的身体下部 脚背隐私的地方 施加愤怒地提到要你坏 老娘提难女子难逼 素害者连连痛得哗哗地叫 卫地不停地求饶 施加者还是不解气 接连不断地对视 受害者左一巴掌右一巴掌地打在脸上 在该贴文评论中有人提到 这件事情发生在今年一月份 不知为是到现在公安机关才介入处理 是因为被打女子没报 还是这起随着唐山事件发酵之后被暴露出来 才引起了当地公安机关的重视呢 迄今为还有一人并未到岸 难道是重视程度还不够? 唐山打人事件还未有结果 这又爆出李娘的殴打事件 真不知道全国还有多少没有被曝光的类似事件 这些事件仿佛在共同印证着人性中的最大的恶 不只是贪婪还有欺辱的别人 特别是以长人多的力量或恶势力的 恃强凝弱行为 李娘这起事件或许对当事人的伤害性没有当 唐山事件大但是侮辱性更强 随着事件的曝光 希望早日把所有涉案人员抓捕到岸 依法严厉严惩 还受害者公道 还欺辱者应有的报应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起事件 面对当地媒体人士行为 事件的起因是 当地相关机构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中国网络中有关此事件的更多详细细节被删得干干净净